第六百四十八章 百起年 第二天的下午 我正在练功房里面练拳 忽然接到张荣打来的电话 他让会计算机的师弟查出了一些线索 并且是很清晰的线索 让我立马下山去 从练功房出来 我离开道观来到山下 张荣正拿着一大落资料在那儿等我 你真聪明 那个小男孩真的有过就诊记录 他说着 先递过来一份资料 我看了一眼 这上面是小男孩三个月前 以及半年前在医院的就诊记录 这个小男孩跟我一个姓 叫陈兴泽 在医院挂的是耳鼻喉科 他的耳聋是先天遗传 向医生咨询的是人工耳窝的植入手术 关于人工耳窝我倒是了解一些 以前卖房子的时候 认识一个客户 也植入了人工耳窝 这是一笔高廊的费用 低则将近20万的花销 高则更高 但现在人工耳窝已经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 有些地区最低费用可能只花到了几万块钱 几万块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 虽然仍是一笔高花费 但勉强还是能承担 陈兴泽的父亲应该是希望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 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 只是可惜 这个小男孩没等到这一天 这些 还有这些 张荣举着剩下的资料说道 我让那位师弟入侵了陈兴泽诊疗医生的电脑 查询了最近一年的病患资料 就是这些 然后我筛选了龙年出生的人 又筛选了本地的 最后又筛选出来已经植入过人工耳窝的病人 并且从中筛选出来花费最高的病人说着 张荣从众多资料中又取出了几份资料 不得不说 张荣很用心 也很聪明 这工作量很庞大 毕竟医生每天要接待很多的病人 我看他疲惫的样子 昨晚应该一宿没睡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 发现上面还是有将近20个病人 那我们现在去查这20个人吗 不必张荣得意到 植入人工耳窝后 有三个月的康复训练 这期间不能间断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妻子换命 那需要换命的这个人 他现在一定病重 没办法去接受这个康复训练 或者不能连续的按时去 因此我们只要看谁的康复训练 有很长时间的间隔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被张荣都震撼到了 赞叹到 牛啊 师兄 嘿嘿 张荣又得意气了 聪明的可不止你一个 人家也是聪明的 我问他是不是已经找到那个人是谁了 张荣很快拿出来一份病人资料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 这个人叫白起年 男 18岁 他是一名语后耳聋者 也就是后天性的耳聋 上面写道是由于脑膜炎 造成了白起年在17岁的时候耳朵失聪 在治疗一年后不见好转 并且丧失了几乎全部的听力 于是植入了国外进口的人工耳窝 花费高达40多万 他的后期康复训练只持续了两个月不到就中断了 这个白起年得了重病 我问道 张荣摇头 一脸严肃 他没有得重病 他已经死了死了 我瞪大眼睛 怎么死的 张荣说不知道 这个白起年在十个月前就已经死了 奇怪的是 根本查询不到他的火化记录 他好像没有办过葬礼 而且他的父亲在七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是他母亲一直在照顾他说完 张荣又递过来一份资料 上面记录的是白起年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个白起年算得上是个富二代 他父亲开了一家公司 生意做得还不错 但是他父亲于七年前已经过世了 过世后白起年的母亲王美兰 由于不会经营公司 便把公司的股份分出了5%给自己的亲弟弟 让这个亲弟弟来管理公司 而王美兰就在家一心一意地照顾他儿子 可是好景不潮 白起年在17岁时生了场大病 脑膜炎引发的病毒性耳聋 之后治疗一年不见好转 于18岁植入人工耳窝 然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突然身故死亡 死因不明 他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死后没有火化记录 会不会是偷偷拉到农村去土葬了 我问张荣 张荣摇头说不太可能 这边查的言 有钱都不一定能偷偷土葬 除非王美兰偷偷把自己儿子 拉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埋了 但他要是真这么做 又有什么意义 他怎么去拜祭他儿子 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我曾经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 杜宇威当时杜宇威也没下葬 被杜如海把遗体摆放在家里 而且杜宇威的尸身一直没有腐烂 而杜如海保证尸身不腐的方法 就是组织里面的人交给他的 白起年可能根本没有下葬 我对张荣说道 王美兰先失去了丈夫 之后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 一心一意地照顾他儿子白起年 而且这么多年未婚 说明他把重心全都放在了儿子的成长上 结果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死了 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心里出现了问题 他没有火化他儿子 说完我问张荣 他们家应该住的是别墅吧 张荣点点头指着资料上说 有两栋别墅 一栋在市区 一栋在郊区比较偏僻的地方 本来这栋别墅是王美兰父母养老的 后来王美兰父母过世了 就一直没人住 白起年由于要上学 母子俩自然是住市区那栋别墅 后来白起年过世 王美兰搬了一次家 应该就是搬到了郊区那栋别墅 这个王美兰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他还偏往偏僻的地方搬 如果他儿子没有下葬 那失身 有可能就在这栋偏僻的别墅里 我想了想 对张荣说 今晚我们去这栋别墅看看吧 第六百四十九章王美兰的孩子 夜晚子时 我和张荣骑着摩托车赶到了那个小区 这个小区也是别墅区 但建了很多年 加上地段偏僻 有些别墅都已经空置了 这种小区每两个保安职业班 我和张荣先围着外围逛了一圈 在正门外面的路上看到了一辆黑色奔驰 那不是停车的地方 说明车主人只是进去办点事 很快就要出来 出于谨慎 我掏出手机把车牌号拍了下来 接着我们又绕到后门 从侧面翻墙进入小区 整个小区显得有些荒凉 看起来空置率很高 对于王美兰目前的心态来说 这种人少的小区更能让他感到一丝隐秘和安全 我们很快摸到了王美兰所在的那栋别墅 翻墙这种事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现在是此时 晚上十一点多 客厅里却还亮着灯 我和张荣忙找了个位置爬了上去 这个位置是厨房 我们趴在厨房的窗台外面 正好能透过厨房的门 看到客厅里沙发的一半 好在视线正好 我们看到了三个人 一个女人 两个男人 那个女人自然是王美兰 四十出头的年纪 气质优雅 她是侧面对着我们的视线 看她的样子 正和正对我们的一个男人在交谈 而正对我们的那个人 看起来较为年轻 三十出头的样子 还有一个也是男的 靠在沙发上背对着我们 我们只能看到她的头发 里面的谈话内容 我们自然听不清楚 只能一息听到点说话声 正对我们的那个男的 一直在跟王美兰说话 但目光时不时地 撇向她对面 而她对面就坐着背对我们的男人 从她的眼神里 我看到了一丝怪异 她似乎觉得坐在她对面那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 读取到她的眼神后 我和张荣对视了一眼 心想背对着我们的那个男人 会不会就是已经过世的白起年 因为沙发上坐着一个死人 一具尸体 所以那个男的眼神显得怪异 可如果是白起年的话 我看沙发上露出来的那些头发 还挺茂密 这要是死人的头发 都成枯草了 我们继续躲在窗户外面看着 大概过了七八分钟 王美兰从身旁 拿出了好几落现金 摆在茶几上 此时正对我们的那个男人 看到茶几上的这些钱 眼里顿时流露出贪婪 她冲着王美兰笑了笑 连连点头 似乎答应着什么事 然后将钱塞进了公文包里 很快 她起身走了 她走之后 王美兰又转过头来 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 在对背对我们的男人说着什么 此时我们才看到 王美兰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我不禁有些诧异 她又生孩子了 这不科学啊 她老公死了这么多年 她也一直没有再婚 跟谁生的 如果她已经交往了男朋友 只是没有结婚的话 都给这男朋友生孩子了 那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进展到一种程度了吧 这男朋友平时就不跟她联系 放任她一个人躲在这别墅里 我连忙看向张荣 由于不能说话交流 张荣耸了耸肩 冲我摇头 表示她也不知道 王美兰又生了一个孩子 又过了一阵 王美兰抱着那个婴儿上楼了 楼上有个房间 很快亮起了灯 接着王美兰又走了下来 去扶那个男人 我和张荣目不转睛地盯着 很快看到那个男人 在王美兰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只见一张满脸青紫色的脸 顿时映入眼帘 这个男人正是王美兰过世的儿子 白起年 我都看得头皮发麻了 这白起年好像可以自己走动 但在她后背上 好像贴了一道符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 楼上另一个房间也亮起了灯 我和张荣趴在厨房的窗台外面 面面相去 只感觉后背生起一丝良意 白起年后背上的那道符 是巨婴符 巨婴符的作用是会记阴气不散 说的科学一点就是可以影响磁场 我记得杜宇威死后 她的遗体已被保留了下来 但她的遗体不可以动 白起年之所以可以动 可能就是因为那张巨婴符 那张巨婴符把她的漆魄困在了身体里 让她变成了一具可以走动的行尸走肉 就跟之前那个沈公全老爷子一样 就是诈尸 我和张荣在楼下等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样子 两个房间陆续熄了灯 张荣朝我做了个手势 示意爬到二楼 去白起年那个房间 我看了一眼 每个房间外面有个很小的平台 用来放空调外机 但高度有这么高 一个人爬爬不上去 张荣示意让我踩着她肩膀上到那个平台 等我站稳后再拉她上去 很快 我踩着张荣的肩膀爬到了平台上面 就在我抬头准备观察一下房间里的情况时 我正好和白起年的那双眼睛对上了 我发现她在看我 大晚上跟一个死人四目相对 多少有点瘆人 我缓了半天 才注意到白起年躺在一个躺椅上 双目圆瞪着 我朝她挥了挥手 她没反应 我朝她竖了个中指 她还是没反应 我意识到她的气魄可能不全 只有简单的行动能力 接着我把手伸了下去 将张荣也拉了上来 看到屋子里白起年瞪着眼睛 吓得张荣差点从二楼跳下去 我俩连忙从平台上翻了进去 来到白起年跟前 她转头茫然地望着我们 梅依慧儿又转过了头去 确认她不会喊叫和有所动作后 我和张荣这才松了口气 我靠 太变态了吧 张荣骂道 人都死了 这么糟她她干什么 也不让人家安息说着 张荣给白起年把了把脉 随后说道 她体内只有两破 勉强能维持基本的行动能力 但只有她妈给她下达指令的时候 她才会动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就是王美兰再给儿子续命 唉 图啥呀 张荣叹了口气 把七个人的命格弊端 施加在一个人身上 还不如投胎重新来过呢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我也叹道 亲人间的生离死别 是最容易让人失去理智的 这事我是深有感触 正说着 张荣突然变了脸色 往后退了一步 惊恐地望着我身后 我看到她这表情 顿时以后被发凉起来 你后面 还有一句尸体第650章三封情书 张荣看下我身后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后面站了个人 吓得我抬手就去摸刀 但好在我身后的那个人 不是活的 而是死的 那好像一具女性尸体 我和张荣连忙掏出手机 用手机屏幕发出的光亮 去张那女尸的脸 只见那张脸 看着很年轻 可能也就18、9岁的样子 而且她的脸跟白起年一样 已经变成了青紫色 嘴唇也污得发黑 这个女生正靠着墙坐着 四周摆满了羊娃啊 她穿着粉色的睡衣 光着脚 眼睛同样大睁着 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我和张荣头皮都麻了 资料上显示 王美兰没有女儿 可这里又有一具 跟白起年同名的女师 所以这个女生 可能是被王美兰害死的 看着女生四周摆满的羊娃娃 她的存在 估计是在陪伴白起年 卧槽 张荣强压着怒火骂道 变态吧 我叹了口气 拿着手机 给这女生拍了张照片 我们不认识她 只能先拍张照 然后让那个会计算机的师兄 帮忙调查一下她的身份 希望那位师兄看到照片的时候 别做噩梦 想不通 十分想不通 张荣又气候无奈 她也是一个母亲 她既然这么爱她的孩子 难道别人的孩子 不是孩子吗 我拍着她肩膀安抚道 十几亿人口 总会出一些极端的人 张荣摇头 以后我儿子要是 不等她说完 我忙捂住她嘴 好了师兄 你未出事的儿子 怪无辜的 我看着那句女师说道 这些洋娃娃肯定是 王美兰摆放的 这很符合一个母亲的心理 虽说这个女生已经成年 但白起年在王美兰心里 还是个孩子 所以王美兰摆放这些洋娃娃 赋予这个女生孩子的身份 让她成为白起年的玩伴 张荣重眉道 重要的是 这王美兰是怎么绑架她的 我想了想 想到了刚才在楼下收钱的那个男人 应该是她帮的忙吧吧 或者是她的同伙 所以王美兰给她那么多钱 还有小区外面停的那辆车 应该也是她的 我刚才已经把车牌号拍下来了 说完我和张荣在房间里找了起来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个房间布置得很温馨 不应该是一个男生的房间 所以这是白起年死后 王美兰布置的她还是接受不了 儿子的死 希望一切都保持原样 保持着温馨 屋里面摆放着一些课本 电脑也是新买的 我在那些课本里面翻出来三封情书 这三封情书的内容一模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送的人不一样 这是白起年同时写给三个女生的情书 所以名字有三个女生的名字 李乐个普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同时给三个人写情书 连内容都不带改一下 张荣忍不住吐槽起来 回头看了一眼坐在那儿的花花公子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句年轻女诗 说王美兰肯定也看过这三封情书 没准这个女孩 就是这情书上的三个女孩之一 张荣脸色狂变 如果这女孩真的是情书上的其中一个女孩 王美兰又知道她儿子喜欢这三个女孩 她会不会把另外两个也绑了一起来陪她儿子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谁知道心里有问题的人是怎么想的 此时我又想起来一件事 之前在家里遇害的那对父子 是被人乐死的 然后尸体被吊了起来 我连忙拿着手机走到百起年跟前朝她脖子上照去 果然她脖子上有条乐痕 由于皮肤已经成了青紫色 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她是乐死的 我震惊地看向张荣 张荣也忙走了过来 仔细检查了一遍百起年脖子上的乐痕 但我们不是法医 没办法通过一条乐痕来判断她是自己上吊 还是被人乐死 难怪了 难怪那对父子会被人乐死 然后被人把尸体吊起来 因为百起年也是这么死的 七死换命 需要七个受害者跟换命的人同一个死法吗 张荣疑惑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 有些需要换命的人 还没有死就完成了换命 所以不一定非要一个死法 我小时候过世 那是被我妈投毒病死的 后来我爸跟我爷爷雇佣吕正仙去杀人 吕正仙用的杀人手段是将人捂死 这也不是一模一样的死法啊 那为什么那对父子会被人饿死 凶手还多次一举把他们尸体吊起来 张荣不解 我想了想说到 七死换命不止一个版本 所以每个版本的流程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版本也许就需要一模一样的死法 不过问题的关键是 那对父子既然已经被人乐死了 为什么尸体还要被吊起来 张荣脱口而出 因为白起年是上吊死的 我反驳道 如果白起年是上吊死的 凶手要让那对父子做到一模一样的死法 就必须把这对父子吊死 可是他们再怎么弄 也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活活给吊死 所以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先把这对父子杀了 然后再把他们尸体悬挂起来 因此他们要做到的仪式感 就只是把尸体悬挂起来 那他们在杀死这对父子的时候 他们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才对 而不是乐死 因为乐死不是必要的仪式感 这个假设是基于白起年是自己上吊死的 可如果白起年不是自己上吊 而是被人乐死 那凶手在杀那对父子的时候 也只需要将其乐死便可 就没必要再把尸体悬挂起来 既然如此 那凶手为什么要用最麻烦的方式杀死这对父子 然后又多次一举悬挂尸体 他们既然这么做了 就一定有必须要这么做的理由 听我说完后 张荣愣了一下 很夸也反应过了 你是说 白起年是被人先乐死 然后乐死他的人 又把他的尸体掉了起来 伪造成他自杀的假象 我点点头 然后又悬挂尸体 可是凶手是怎么知道白起年的死因的 凶手不可能知道 只有跟凶手做交易的王美兰才知道 是王美兰告诉凶手 凶手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杀死那对父子 所以王美兰知道白起年是被人乐死 然后又伪造了上吊 要么王美兰就是害死白起年的凶手 要么王美兰知道凶手是谁 第651章 害死白起年的人 今晚来这一趟 收获不小 但疑惑也甚多 张荣挠头说道 这也太复杂了 到底谁会害死白起年 他妈现在要复活他 不可能是他妈 那会是谁呢 我说先离开这里吧 之前那个收了王美兰钱的男人 他们是拿钱办事 他今晚又收了王美兰这么多钱 没准又是要替王美兰做什么 如果房间里的这具女尸 是情书上的其中一个女孩 有可能那个男的 接下来就得策划 去绑架另外两个女孩 此时也不宜打草惊蛇 我和张荣便什么也没做 纵身爬到窗台上 又顺着那个平台跳回到院子里 我刚落地 张荣就突然多缩了一下 然后紧紧抓着我 怎么了 你看他指了指楼上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白起年那个房间的窗台边 正站着两个人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 而且这两个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死去的白起年和那个女孩 我和张荣吓得根本不敢动弹 在人地将了整整一分钟 不得不说 干我们这一行 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否则大晚上突然看到这么一幅画面 要是有心脏病的 今晚得猝死在这儿 见楼上那两具尸体没有别的动作 我和张荣也不再久留 连忙从围墙翻了出去 逃离了这里 从小区里面跑出来 我俩惊魂未定 跑到摩托车旁边缓了好一阵 张荣拿着手机 直接给那位会计算机的师兄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一阵才接通 估计人家都已经睡了 师弟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 情况紧急 对方是一个女孩 我待会儿把他的照片发给你 对了 你看照片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 人已经死了 然后再帮我查两个女孩 他们跟白起年应该上同一所学校 挂了电话后 张荣忙把刚才拍的那句女诗发了过去 又把情书上那三个女孩的名字发了过去 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很多线索 一是情书上那三个女孩 二是已经死去的那个女孩 三是白起年是被人害死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肯定是先保证活着的人的安全 所以那位师兄只要查到了情书上的女孩都是谁 我们就去蹲他们 今晚收钱的那个男人 可能要帮王美兰绑这几个女孩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抓现行 带个证着 施工之前给了我一个考核 这个考核的内容就是查出真相 还要查到跟王美兰做交易的这伙人是谁 我得通过这个考核才行 王美兰在客厅报的那个英尔 张荣突然想起来 说道 那个婴儿看起来也就一两个月大 如果是王美兰自己生的 往前推算的话 她怀这个孩子的时候 正好是白起年被害前后 我听到张荣的话 已经思考不过来了 因为我困 师兄 我困 我刚说完 张荣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我也 困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睡吧 说完她骑着摩托车 拉着我来到一家小宾馆 我不敢用我的身份证开房 只能来这种小宾馆 让人家通融一下 为此我还多给了一百块钱房费 可前台还是不让我住 说必须出示身份证 她得登记 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一直跟她说好话 这前台见我急不可耐的样子 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你们该不会是 张荣一脸茫然 没看出前台理解的意思 我盲点头 对 就是你理解的那样 麻烦通融一下 我真的忘带身份证了 前台忍着笑 总算是通融了 那行吧 你们 注意点 动静不要太大了 别影响到隔壁的客人 拿了房卡 上楼的时候 张荣还问我 她刚才说什么动静 睡个觉 能有什么动静 没事 让我们睡觉 别打呼 回到房间里 我们洗完澡就睡了 由于来到青阳关后 作息比较规律 平时睡得比较早 此时我已经困得 睁不开眼睛了 这一睡便睡得死沉 直到一大早 张荣的手机铃声 巨响无比 直接将我吵醒了过来 我见她接了电话后 突然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许久没开口说话 这反应 显然是出了什么大事 顿时吓得我也清醒了大半 只听她对着手机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你再帮我查一下 王美兰有没有生产记录 有的话是在哪家医院做的产检 她挂了电话后 我急忙问她 怎么了 张荣 王震辉死了 王震辉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王震辉是谁 张荣 王美兰的亲弟弟 啥 我目瞪口呆 他 他弟弟死了 怎么死的 吃货 张荣皱眉道 今天早上 王震辉开车去公司 路上刹车失灵 然后车毁人亡 我愣了半天 反应过来 他的车子被人动过手脚 张荣点点头 估计是 王震辉家的小区 是普通小区 我们连别墅区 都能随便进 有人昨晚上 偷偷溜进他们家小区 对他车子动过手脚 也不是不可能 昨天晚上 我回想了半天 顿时有些细思极恐 昨天晚上 王美兰家里来的那个男人 收了王美兰的钱 要去办什么事 不会就是去害王震辉吧 不可能吧 那可是王美兰亲弟弟 张荣话说一半顿时 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瞪大眼睛 你是说害死白起年的人 是王震辉 王美兰是在给儿子报仇 我点点头 否则王震辉死得也太巧了 偏偏这个时候死 偏偏昨天晚上 车子被人动了手脚 今天一大早就出了车祸 如果白起年是先被人乐死 然后伪装成上吊 那他肯定是死在家里面 除了他妈以外 还有谁可以随便出入他家里 他舅舅王震辉 张荣挠了挠头 舅舅杀外甥 为什么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也下的了手 我说 亲外甥算个屁啊 连亲爹都害的我都见过 之前那个林英 为了继承家产 布也把林锦华给推下楼摔死了 有些人为了利益 有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沉思许久 推测到 会不会是为了公司的股份 那家公司是白起年父亲开的 他父亲过世后 遗产由白起年和王美兰 共同继承 由于白起年父亲过世的时候 白起年还没有成年 所以他在公司的股份 由王美兰代为管理 但王美兰也无心经营公司 就把自己的股份又分了5%给王振辉 让王振辉帮忙管理公司 所以公司的日常运营 现在都由王振辉说了算 他在公司拥有绝对的实权 又有5%的股份 他会不会膨胀了 准备吞了王美兰和白起年的股份 听我说完后 张荣顿时皱起眉头 如果他有这种想法 他不是应该干掉王美兰吗 白起年如果先死了 白起年的股份 就会由他母亲王美兰继承 不可能被他舅舅王振辉继承 王美兰就持有公司95%的股份 那王振辉杀了白起年有什么意义 我反驳道 如果他打算先杀了白起年 再杀了王美兰呢 张荣也反驳道 如果我是他 我肯定先干掉王美兰 再干掉白起年 因为成年人更具有威胁性 和诸多无法掌控的因素 我继续反驳道 如果我是他 我就先干掉白起年 张荣 为什么 世子先挑软的捏 不我解释道 站在王振辉的角度 如果先干掉王美兰 白起年现在已经成年了 他不一定是软世子 但如果先干掉白起年 王美兰一定是软世子 因为王振辉知道自己的姐姐有多疼爱这个儿子 如果这个儿子死了 那他姐姐肯定备受打击 这是其一其二 如果先干掉王美兰 王振辉就不能在最近几年干掉白起年 否则会引起很多人的怀疑 明眼人一看就会觉得王振辉是为了公司股份 害死了自己的亲外省 这样也容易引起警方的怀疑 可如果王振辉不在最近几年干掉白起年 几年之后白起年已经长大了 又持有公司95%的股份 一旦白起年要亲自管理公司 王振辉就得听自己亲外省的拆遣 并且白起年对他有任免的权限 所以如果我是王振辉 我就一开始先把白起年干掉 白起年的死只要王美兰不怀疑 即便王振辉在最近几年又把王美兰再干掉 没有人会怀疑王振辉害死了自己的亲姐姐 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王美兰因为儿子的死 备受打击 又断绝了和所有人的来往 所以王美兰因为抑郁自杀或者育郁而终 很合理吧 张荣愣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理清这个逻辑 最后他又反驳道 那王振辉为啥突然死了呢 我跟他四目相对 莫名的他把我看笑了 因为王美兰已经开始怀疑白起年的死了 我说到 他昨晚不是给人家钱 找人把他弟弟给安排了 第652章 婴儿的父亲 街边餐馆 我和张荣吃着早餐 商讨着接下来该怎么做 张荣还在纠结舅舅杀外甥 姐姐杀弟弟这回事 可能过于正直善良的人 接受不了这么黑暗的事情 其实这种事虽然少见 但发生了也不奇怪 古代那些帝王将相 哪个手里没沾亲人的血 我说到 人心不足蛇吞象 对一个人太好 就容易遭起反噬张荣摇头 我已经让那个会计算机的师弟 帮忙查王美兰的生产记录了 假如王美兰生过孩子 那总要有人跟他纳 啥才能生出来吧 跟他纳啥的那个男人 难道不比王真辉更有动机 谋害白起年吗 而且这个男人 也能随意出入白起年家里 张荣的话不无道理 我点点头 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我觉得王振辉的死是事实 又死得这么巧 他极大可能就是王美兰买凶害死的 而王振辉又是王美兰的亲弟弟 他总不能没查清事情真相 没有任何证据 仅凭自己的一策 就把亲弟弟给害死了吧 好在我和张荣治完早餐后 那个师兄已经把王美兰的就医记录也翻来了 王美兰真的有产检记录和生产记录 她生过孩子 她第一次的产检记录 大概是在白起年过世后的第二个月 中间只隔了一个月的时间 后面每个月都有产检记录 而她生孩子的时候 是在两个月前左右的样子 也就是这个婴儿是个早产儿 七个来月就早产了 我去 她儿子死了才一个月的时间 她就怀孕了 张荣震惊地看着我 那不是她儿子死后没多久 她就那啥了 她当时有那个心情吗 我看着这一串记录 也皱起了眉头 她肯定没有那个心情 她为了复活她儿子都已经疯魔了 哪还有那个心情 我觉得她怀的这个孩子 更像是赶鸭子上架 赶着烫去怀这个孩子 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张荣露有所思 你的意思是 就跟有些人失恋了一样 很快就会发展下一段恋情 以此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和难过 因为王美兰死了儿子 所以她要再生一个 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我摇头道 不 按照你的比喻 如果失恋的这个人 和她的恋人有着刻骨铭心的爱情 即便她很快发展下一段恋情 她也不可能像爱上一任一样 去爱下一任 而且亲情和爱情是两种不同的情感 有着不同的情感强度 当父母真正去爱子女的时候 他们的爱是不求回报 是可以牺牲自己的爱 以王美兰对儿子死亡的这种风魔状态 我觉得她不会去爱刚出生的这个婴儿 去把情感转移到这个婴儿上面 所以我觉得她怀这个孩子 有着很强的目的性 还有 她是跟谁怀上这个孩子的 张荣想了想 说 她去产检的时候 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 应该陪着她一起的吧 就算产检的时候没一起去 她临产的时候不可能不去 我们可以去医院看监控 于是我们记下了王美兰领产的时间 然后骑着摩托车赶去她生孩子的那家医院 医院的监控肯定是不能随便看 最后我们找到安保科 撒了个谎 说我们带来看病的几万现金在医院医师了 这个我们有规定啊 除了警方 其他人不能随便看医院的监控 要不你们先报警吧 安保人员果然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我跟她说 这个钱 我们是拿来在你们这家医院治病的 最终钱是让你们医院赚了 这钱要找不回来 你们医院不就赚不着这几万块钱了吗 不信你给你们院长说说 她肯定同意我们查看监控 这安保想了想 果然拿起手机给院长打了个电话 挂断电话后 她很认真的说道 我们院长是个通勤达理的人 这毕竟是你们的救命钱 她同意你们查看监控 你们快查吧 治病要紧 于是我和张荣顺理成章地坐在电脑面前查看监控 王美兰入院有准确的时间 所以查监控也不麻烦 直接把时间拉到那个时间节点就行 很快 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了躺在单架上的王美兰 旁边除了医护人员以外 还有一个同行的男人 这个男人大概是40岁左右的年纪 光从监控里面我们也看不出太多信息 只看清她的长相 我和张荣忙掏出手机 把这个男人的面部拍了下来 离开医院后 张荣正准备把刚拍的照片发过去让人查查 正巧这时候 那边有了回信 回信是昨晚我在王美兰家外面拍到的那辆车 那辆车的车主身份已经被查出来了 这个人叫胡适得 还有案底 几年前因为传播封建迷信被拘留了半个月 在五个月前又因为传播封建迷信被警方传唤过 但这一次很快就放了 没有被拘留 下面还有一张胡适得的照片 我和张荣一看这张照片上的人 顿时瞠目结舌 因为这个胡适得 跟我们刚才在监控里看到的那个男人 长得一模一样 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王美兰临产当天陪同的那个男人 就是这个胡适得 这张荣一脸猛逼 我们昨晚上在王美兰家里看到的 好像不是他吧 我点点头 昨晚我们看到的那个人 跟胡适得是一伙的 而且这个胡适得在五个月前 因为传播封建迷信 被警方传唤过 那个时间段 正好是组织被捣毁 大量人员被抓的时候 这个胡适得也被抓过 那胡适得跟昨晚那个男人 都是会七死换命的人 他们跟王美兰做的是一笔交易 王美兰给他们钱 他们帮王美兰复活百起年 那王美兰怎么可能跟这个胡适得 那 啥 还生出个孩子呢 张荣又被震惊到了 咽了口唾沫 我 我三观尽毁 第653章 另一种猜测 别说张荣三观尽毁 我都有点三观尽毁 一场本就不道德的交易 怎么还能莫名其妙怀个孕呢 王美兰怎么想的呢 就所谓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我对张荣说道 要不我们代入一下王美兰 揣测一下 他为什么要跟胡适得生这个孩子 有理解不了的事实 又暂时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角色代入和换位思考 就是最好的理解方式 张荣茫然地看着我 我又不是女人 也没当过爹吗 我连爱情的苦都没吃过 我怎么代入 我有些震惊起来 他都快三十的人了 他居然还没吃过爱情的苦 王美兰的第一次产检 距离百起年遇害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说道 女性同房后 测出妊娠大概是七到十天 生理周期紊乱的 大概是二十天之内 也就是白起年 刚过世没几天 王美兰就跟胡适得同过房 之后测出妊娠反应 去做了产检 而胡适得又是会妻死换命的人 王美兰找上他的原因 就是希望胡适得 能帮他复活白起年 他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心态 才会去跟胡适得同房 张荣想了想 果真代入不进去 直接冲我摇头 我说道 如果我是王美兰 我很爱我的儿子 现在这个儿子死了 我很悲痛 我怎么可能有那个心情 在这种时候 却跟一个陌生男人发生关系 还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除非这个男人告诉我 他有办法复活我的儿子 而怀孕和戴下婴儿 都是复活我儿子的必要流程 我才会心甘情愿去这么做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王美兰为什么会跟胡适得同房 这个解释虽然不一定就是真相 但却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张荣想了想 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是 胡适得需要王美兰再生下一个孩子 然后等妻死换命所有的条件达到以后 让白起年在这个孩子身上重生 我点点头 对 至少胡适得在告诉王美兰的时候 他应该是这么说的 他只有这么说 王美兰才会同意跟他同房 然后生下这个孩子 为白起年复活做准备 但我觉得 胡适得可能骗了王美兰 张荣不解地问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欺骗王美兰 欺骗王美兰生下孩子 他能得到什么 我说 胡适得让王美兰跟他同房的那个时间段 正好是白起年过世后的没多久 王美兰此时正沉浸在悲痛当中 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打听到胡适得这伙人吗 张荣质疑道 这个就纯属意测了 他有可能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打听到 或许他以前就姓玄学 所以白起年死后 他疯狂打听能复活儿子的方法 于是就找到胡适得了 我点点头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先假设另一种可能性 是胡适得主动找上王美兰的 你之前不是猜测害死白起年的人 不是王振辉 而是跟王美兰一起生孩子的男人吗 现在胡适得就是这个男人 我们假设胡适得早就盯上了王美兰这个单身女人 因为王美兰有钱 他继承了他王夫的遗产 于是胡适得先谋害了白起年 然后在王美兰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主动找到王美兰 告诉王美兰他有办法能复活白起年 这个办法就是妻子换命 然后其中一个流程 需要王美兰生下一个孩子 将来让白起年在这个孩子身上复活 于是王美兰同意了 在这个假设里面 我们假设的是胡适得谋害了白起年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王振辉会死呢 因为胡适得又骗了王美兰 说白起年是王振辉害死的 原因是王振辉为了公司的股份 于是王美兰又信了 昨晚拿钱让胡适得的同伙 去给王振辉的车子动了手脚 然后王振辉死了 现在王美兰的亲弟弟死了 他的大儿子白起年也死了 他又诞下了一个婴儿 如果王美兰最后也死了 他所有的遗产归谁 张荣脱口而出 归这个婴儿 那婴儿的父亲是谁 胡适得 我点点头 胡适得跟王美兰没有婚姻关系 他没有资格继承王美兰的遗产 但是那个婴儿有 而胡适得是那个婴儿的生父 他对这个婴儿有法定的监护义务 如果法律让第三方来代为监管王美兰的遗产 胡适得还是能通过对这个婴儿的抚养 从中不断获取大量钱财 听我说完后张荣顿感震惊 连忙又反驳我 虽然有这种可能性 可这全是你的猜测啊 我点点头 没错 这只是猜测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猜测很合理 张荣想了想不得不点头是很合理 不过再合理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撑这个猜测 我说到现在已经有两种猜测了 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 第二种猜测就是王振辉害死的白启年 而真相肯定就在这两者之间 其实真相也只是解释胡适得 王美兰 王振辉 白启年 这四者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的目的是查到胡适得这伙人 阻止他们害人 如果我们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还是只有等抓到胡适得就全都清楚了 张荣叹了口气 点点头 表示认可 佩服 十分佩服 你这个小脑带瓜啊 简直牛逼了 接下来 我们就得筹划怎么抓胡适得 胡适得能把王美兰忽悠地给他生孩子 这个人应该是这伙人里面的老大 老大肯定很少露面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线索 线索就是昨晚那辆车 张荣掏出手机 对我说道 你先等等 我给当交警的师弟打个电话 第654章 最终真相 晚上9点 我和张荣守在一家酒吧附近 情书上那三个女生的身份 已经查出来了 跟白启年同一所学校 其中有个女生 就是我们在白启年房间里面 发现的那具女尸 其中还有个女生 叫余潇潇 巧的是 她也是龙年生人 同时我们还调查到 昨晚出现在王美兰家附近的那辆车 今天在白启年的学校附近 也出现过 所以我和张荣一直守在那所学校门口 守到余潇潇出来 又跟着她来到了这家酒吧附近 我坚信胡适得那伙人会对于潇潇下手 所以我们在酒吧附近守着 万一那伙人今天不来呢 张荣问我 我说今天不来 那就守到明天 明天没来就后天 这伙人肯定要对于潇潇下手 你说如果胡适得图谋的是王美兰的财产 她就根本没打算复活百起年 那也就没必要再杀这么多人了吧 张荣不解道 杀这么多人 风险这么大 我叹道 可能为了先获取王美兰的信任吧 也可能为了钱 先赚一笔是一笔 不过也不一定 毕竟害死白启年的 是胡适得还是王振辉 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 就先守着吧 守错了就换调查方向 守对了没准就一个人 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守对了 大概过了四十来分钟 一辆黑色奔驰闯进了我们视野里 这辆奔驰的车牌号 我一眼认了出来 就是胡适得那辆车 从车上下来的男人 也正是昨晚收了王美兰钱的那个男人 他把车停在路边后 就直接进了酒吧 我和张荣死死盯着酒吧门口 盯得眼睛都干涩了 差不多盯了将近两个小时 终于看到那个男人走了出来 跟于潇潇两个人勾肩搭背 这个于潇潇被灌得烂醉如泥 那个男人也喝得有些脸红 但他明显没太醉 正扶着于潇潇走向那辆黑色奔驰 我和张荣立刻挂上代价的工作牌 朝着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先生 需要代价吗 不需要 男人不耐烦地赶我们走 我懒望了眼四周 直接朝着男人左右夹击了过来 瞬间将他双手缠住 又将于潇潇挤倒在地 不 你需要先生 你喝醉了 快上车吧 男人还没反应的过来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直接被我和张荣推上了车 他在车里疯狂挣扎起来 比那过年的猪还难以制服 到挨了张荣四五计重拳后 他不动了 张荣也钻了进去 关上车的后门 我来到于潇潇跟前 从他包里掏出手机 翻出他爸的手机号码 拨通后 我把手机放在他耳边 然后转身也上了车 我开着车 先把车开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 接下来就得拷问了 张荣抓起这个人的头发 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 施展大反抽 几个大反抽之后 这人醒了过来 惊恐地望着我们 你们干什么 你们绑架吗 我警告你们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们这是犯罪 张荣抬手又是一个大反抽 骂道 你什么人格你还教育我们 你懂什么叫法治吗 我直接掏出那对遇害父子的照片 给这个男人看 是你杀的 还是你同伙杀的 他摇头 直接不承认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继续问他 你有多少同伙 你们大本营在哪 胡适得现在在哪 他还是摇头 一脸无辜和茫然的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行 你嘴硬 希望你待会儿还能嘴硬 我和张荣懒得跟他打心理战 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一卷胶带 绕着他嘴馋了好几圈 接着 我们直接把他拖下车 踩着他一只手 将牙签塞进他指甲盖里 他似乎明白了我们要做什么 顿时恐惧无比 剧烈挣扎起来 我没给他挣脱的机会 想到那对父子的惨死 还有那小女孩受到的惊吓 我没有丝毫心词手软 对着那根牙签就踢了过去 都说食指连心 有一种痛叫看着都痛 这人瞬间闷哼我起来 疼得满地打滚 由于嘴巴被封住 没法发出惨叫 我看他痛得那个样子 看得我自己的手指都莫名发麻了起来 等他缓了一阵 我们又把他拖进车里 关上车门扯开他嘴上的胶带 他一边哭一边倒吸着凉气 蜷缩在角落里直发抖 我们没那个心情看你表演嘴硬 你也别跟我们扯什么毒子 张荣点了支烟 歪着头瞪着他 接下来问什么你就答 否则另外九个手指头 全给你来一遍 这人兴许宁死不屈 但他承受不了 到达极限的疼痛 最终哭着冲我们点点头 还是第一个问题 这对父子是不是你们杀害的 我举着照片再次问道 他点点头 又摇头 不是我 不是我动的手 是其他人 我懒得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这问题纯属多余 你的同伙有多少人 加上我总共16个 你们是独立的 还是跟更多的人保持着联系 独立 我们首领在五个月前突然暴毙 之后很多人都被抓了 我们是来东北这边避风头的 然后想着用以前会的东西 挣点钱回老家隐姓埋名 我铁青着脸又问 会的东西指的是什么 妻死换命 他哽咽地答道 是 还有一些别的邪术 但是我们不懂 懂的是胡适的 他以前是组织力的一个头目 不是所有人都懂妻死换命 我接着又问 王美兰的儿子白启年 是不是你们害死的 这个问题顿时让他震惊了起来 他的表情有些不可思议 张荣抬手又是一个大反抽 问了你就马上答 搞什么内心戏 是是 这人盲点头 这都是胡适得的主意 他想图谋王美兰的家产 整个计划都是他想出来的 我们全都只是配合他而已 而且我只是个跑腿的 我什么都没做过 这次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不忘撇清自己 想活命 但他忘了他今晚是来干嘛的 要不是我和张荣绑了他 他已经把一萧萧给绑了 现在真相大白 白启年是胡适得杀的 不是王振辉 王振辉死得也太冤了 就因为姐姐疯魔 听信了胡适得的话 被自己的亲姐姐给害了 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 一一去跟这个人对照细节 最后我问了他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们的大本营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没有开业的小饭店里面 我们吃喝都在那个地方 你确定 张荣威写道 如果你撒了谎 我不会让你死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这人倒头如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发誓 只要你们别杀我 我带你们去第655章自杀 去往那家饭店的路上 我给师公打了个电话 把真相告诉给了他 按照师公的考核要求 第一道考核我已经通过了 好 很好 干得不错电话里 师公平静地说道 接下来是第二道考核 替天行道 让胡适得这伙人 没办法再继续害人 让王美兰问那对父子的死 付出代价 胡适得和王美兰 必须由你亲自动手示 挂断电话后 张荣也打了两个电话 他联系得好像是 向以风和其他的师兄弟 师公刚才在电话里 特意提醒 胡适得和王美兰 与我亲自动手 而其他人则没有硬性规定 非得我动手 因为不能因为考核我 误放走了其他人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张荣肯定要通知其他人来帮忙 大概四十分钟后 我们开着胡适得的车 赶到了那家小饭店附近 向以风带了五个人来跟我们会合 这五个人也是青阳官的师兄 情况紧急 我们便暂时没有互相介绍 你们确定胡适得这伙人 在那家饭店里面吗 向以风问道 张荣指着被绑的人 那得问他了 向以风点点头 拍着那人的肩膀说道 兄弟 你如果没骗我们 那就是立功 我们就会放你一条生路 但你要是骗了我们 你会很惨 那人连忙跪在车里 眼泪直流 大哥 我没有骗你们 我要是骗了你们 我全家死绝 好 那就信你说完向以风看向我 意味深长道 师爷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任务交给你 我点点头 师公可能想考验我功夫学的怎么样了 所以胡适得和王美兰 他让我来亲自动手向以风 明白了 那就我跟你 还有张荣一起进去吧 其他人交给我们 胡适得就由你亲自动手说完 他又看向其他五位师兄 叮嘱道 你们在外面守着 万一有人从饭店里面逃出来 你们再把他送进来 不过应该是不会的说完 向以风领着我和张荣 绕了一条街 来到饭店后门 后门的锁是普通机械锁 难度不高 向以风很快将其打开 我们三个戴好了口罩和帽子 连手套都戴好了 接着便一前一后摸了进去 这个饭店没有开业 仅是胡适得他们临时的藏身地 这个点他们自然已经睡下了 但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轻手轻脚地从后厨走到一楼大厅 接着我们走上楼梯 准备去二楼 但还没等上二楼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从二楼飘了下来 我们同时摘下口罩 血腥味顿时变得有些刺鼻 向以风连忙拉着我和张荣停下脚步 这二楼好像是出什么事了 可这不是胡适得他们的藏身之所吗 我们才刚到啊 怎么就有血腥味飘下来了 向以风忙朝我和张荣做了个手势 是以我俩把刀拿出来 楼上可能有埋伏 我们同时握着刀 继续朝二楼走去 但显然腰比刚才紧张了不少 到达二楼 血腥味更加浓烈 好像死了不少人 向以风连忙掏出来一个手电筒 朝二楼照了一圈 这一照 十几具尸体在地上横击数把地倒着 有两个人甚至死不瞑目 身上中了好几刀 什么情况 像以风顿时也忙了 难道我们已经来过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说 有人先我们一步 把这里的人都杀了 张荣 除了我们 谁还会来杀他们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先找找胡适得在不在里面吧 说完我和张荣也掏出手电筒 连忙去检查这些人的尸体 躲藏在饭店里的人 似乎都被灭口了 这个团伙总共有16个人 除了外面被我们抓到的那个 这里应该有15具尸体才对 可找来找去 我们把二楼的其他房间都找了一遍 却只发现了14具尸体 我们没找到胡适得的尸体 胡适得跑了张荣皱眉 难道这些人是他杀的 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我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胡适得是这伙人力的老大 针对王美兰的整个计划 也是他想出来的 所有人都得靠着他挣这笔钱 不可能跟他起内讧啊 而且这些人死得这么惨 胡适得跟自己的同伙 有这么大的仇恨吗 此时 我余光忽然撇到一具尸体动了一下 我朝那具尸体看了一眼 心中顿时了然 忙对张荣和向义峰使了个眼色 示意有人在装死 张荣连忙把光亮照了过去 我也忙走到那人跟前 看着他 这人身上也中了刀 其中一刀在腹部 但出血量不多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我直接蹲了下去 对这人说道 兄弟 别装了 你这伤势得赶紧处理 否则失血过多 你冲不了多久话说完 他直接睁开了眼睛 惶恐不安地望着我 虚弱地抓着我裤腿 救我救我 我点点头 你放心 我们肯定救你 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是谁袭击的你们 是另一伙人 他没说两句人 就有些缓呼起来 我连忙拍了拍他脸 问道 拿火人 是干什么的 他说 跟我们一样 做一样的事情 我反应过来 问道 那火人 以前也是组织的人 那他们 为什么还要袭击你们 竞争 一山不容二虎 听到这人的回答 向一风说道 地盘之争吧 这些人 现在都沦为了丧家之犬 全都在疯狂敛财 胡适得这火人 影响了另一伙人的生意 我继续拍着这人的脸 问道 那胡适得呢 跑了吗 这人点点头 跑了 我也不知道 他跑去了哪 你们你们快救我 我撑不住了 我冷冷看着他 抬手就捂住了他的嘴 好 马上超度你说完 我直接把刀 抵在了他心脏上 他惊慌失措地望着我 眼里顿时充满恐惧 还有愤怒 我握着刀 衣食没敢捅进去 但施工给我的第二道考核 就是要我亲手杀了 胡适得和王美兰 我最终还是要杀人 否则我就通不过施工的考核 制造同名状 勇气这回事 一旦犹豫就会见尸 我忙在心里默念替天行道 这四个字 施工要我杀的人 都是该杀的人 是最该万死的人 所以我是在替天行道 想着 我一咬牙一狠心 一用力猛地把刀刺了进去 别叫 别叫 疼痛是正常的 我死死捂着他嘴 过了大概五六秒 他不动了 第656章 只能活一个 从饭店里出来 我刚才捅人的那只手 还在发抖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 要人性命 但这吗 直接的当地把人捅死 我还是头一回 我感觉全身上下 都有些说不出来的别扭 你没事吧 向一风和张荣全都看着我 和我的右手 我摇摇头 没事 我体寒 张荣 现在胡适得跑了 我们上哪去找他 他又面临另一伙人的追杀 可能根本不会轻易抛头露面 我右手虽然在抖 但脑子还算清醒 我想了想说的 他的同伙现在都死完了 他针对王美兰的计划 没办法再继续下去 如果我是他 我就去王美兰那敲诈一笔钱 然后跑路 所以他现在应该去找王美兰了 向一风问我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师爷要你亲手除掉这两个人 正好这两个人现在在一起 需要我们陪你去吗 我摇摇头 说不用 既然这是师公给我的考验 肯定是要我自己去面对胡适得和王美兰 但出于谨慎考虑 我还是让张荣陪我一起去 毕竟我不知道胡适得的本事 万一我任务完不成 至少还有张荣 说什么也不能让胡适得跑了 向一风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我的提议 行 这里就交给我们上后吧 我把我的车借给你们 你们马上赶过去 别让胡适得跑了 血债必须血来尝 那对父子不能白死 说完向一风把车钥匙递给我 我和张荣拿着车钥匙上了车 立马赶去王美兰家 路上张荣问我 你有把握一个人对付胡适得吗 刚才他和他同伙被人袭击 其他人都死了 只有他逃了 他应该有点本事 我看你刚才捅人都不敢 我握着方向盘 目视着前方说道 我得罪的人 比胡适得难对付一百倍 那个人总有一天要来找我 如果我连胡适得都对付不了 我的生命从现在起 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我来青阳观学 只有一年时间 这一年我不能白来 今晚我和胡适得 只能有一个人 活着从王美兰家里出来 见我如此坚定 张荣也没再多说 很快 我们到了王美兰家附近 远远的停好车之后 又狂奔来到小区后门方向 待会儿只有我一个人进去 张荣在外面接应我 如果我没能杀得了胡适得 张荣也会在外面截住他 临近去前 张荣拍着我肩膀嘱咐道 小心点 拼命拼的是谁不怕死 谁胆子大 我点点头 一跃而入 趁着夜色迅速摸到王美兰家那栋别墅 客厅里有灯亮着 但暂时听不到声音 因为别墅的空间大 里面不管发生什么 外面的人都听不见 我摸出刀又翻进别墅里面 像之前一样又爬到了厨房外面的平台上 透过厨房门 我能看到客厅里亮着灯 但没看到人 我轻轻推开了厨房的一扇窗户 很快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咒骂的声音 这个咒骂的声音 是一个男人发出的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个女人的惨叫声和哭声 你还真以为老子要复活你儿子 你个蠢货 老子是为了你的财产 知道吗 财产 你生的是老子的种 你死了 财产就是这个孩子继承 老子后代有了 钱也有了 你懂不懂 蠢货 赶紧把保险箱的密码告诉我 不然老子把白起年的头堕了 重骂之人 正是胡适得 他骂完估计又在打网美兰 很快又响起王美兰的惨叫和哭声 我推开窗户翻了进去 来到厨房门口 偷偷朝客厅望去 只见胡适得背对着我 他虽然从饭店里面逃了 但伤得也不轻 浑身有多处刀伤 如此一来 即便他比我厉害 也已经处于劣势 我跟他之间的距离较远 偷袭怕是不会成功 但此时步伐又更待何时 我握紧手中的刀 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以最快的速度 栖身到他身后 这人显然有着丰富的 打斗经验和警觉心 就在我举刀的瞬间 就察觉到了身后有人 转头的同时 便弓身闪到了一边 躲开了我的偷袭 但我的突然出现 也让他始料不及 在他愣神之际 我为座停顿 立刻又栖身上前 企图用狂轰烂炸式的攻击 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这场战斗 兴许是我来世凶猛 他又身负着伤势 衣食难以招架 节节败退 最后又被我一记顶 心肘顶飞了出去 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实战 我没有经验 内心多少有些紧张 只知道要快点结果他 否则等他反应过来 我可能会控制不住局面 于是我再次握刀扑了过去 但此时的胡适得 已经反应过来了 立刻将我扫倒在地 然后以我刚才的攻势 迅速反扑了过来 我跟他扭打在一起 手中的刀眼看要被他夺了 如果被他夺去 我就会陷入死地 因此我只能主动弃刀 不停地用脑袋撞他 然后把刀先扔了出去 胡适得见我杀心之重 一时也顾不上伤重 做好了要跟我拼命的打算 我也紧记着张荣的话 顾不上受伤和生死 直接拿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 跟胡适得死拼起来 最后我俩打来打去 双双利劫 他重伤加伤 我也重伤流血 我扶着一张椅子 强撑着身体 死盯着他 他扶着另一张椅子 同样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 死盯着我 最后我俩的目光 同时落在我掉落的那把刀上 胡适得离那把刀的距离 比我要近一些 如果他抢到了刀 今晚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应该就是他了 他冲我冷笑一声 一个剑步便冲了上去 与此同时 我也冲了过去 但我根本没想去抢那把刀 我伸手摸进裤兜 掏出另一把弹簧刀 直接扑到胡适得身上 朝他腰子刺去 他刚捡到刀 还没来得及捅我 腰子先让我捅了 我立刻拔刀 再次捅了下去 连捅了五刀 胡适得瞪大眼睛 握着刀的手直发抖 最后刀从手中脱落 一双充满恐惧的眼睛 不甘地望着我 我催了他一脸血沫 抛出那对遇害父子的照片 削着血肠 我是来给他们报仇的 你去死吧 第657章 对施工的质疑 我结束了胡适得罪恶的一生 这个该死的 竟然这么厉害 都被人家打伤了 还把我打得这么惨 我用自己的衣服擦了擦脸上的血 然后走到王美兰跟前 一屁股坐在地上 王美兰一心想复活他儿子百起年 但没想到人家抓住了他的内心所想 利用他的欲望给他做了个局 这个局让他又生下一个孩子 还害死了他亲弟弟 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 似乎精神也受到了一些刺激 百起年此时也在客厅里 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 好像客厅里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无关 那个婴儿没在客厅 应该在楼上睡觉 我望着哭泣的王美兰 把那对父子的照片举给他看 这对父子是聋哑人 一个人工耳窝对于他们来说 要存很久很久的钱 他们好不容易存够了钱 能让这个孩子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你直接把人家害死了 王美兰蜷缩在沙发边 麻木地看着我 一副恍惚的样子 总要有人替他们讨回一个公道吧 我是来杀你的 你死得不冤 我刚说完 王美兰麻木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起身就要跑 我拉住他的小腿 把他钻倒在地 一刀刺向他后背 王美兰不动后 我拔出刀 在身上擦干净血迹 然后收起刀子走向百起年 我刚才杀王美兰的时候 他朝这边看了一眼 但还是面无表情 你已经死了 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我伸手摸向他后背的巨音符 将符纸扯了下来 塞进兜里 做完这一切 我又给师公打了个电话 师公 我通过你的考核了 好 师公赞赏道 我刚才已经听张荣说了 这个胡适得不简单 你能手刃他 你也不简单 你现在还好吗 我没事 受了点伤 没什么大碍 好 现在我给你最后一道考核 师公问道 王美兰生下的那个孩子 在你跟前吗 我一边朝着楼上走去 一边说道 应该在楼上睡觉 我去看看很快 我在卧室里找到了 那个熟睡的婴儿 师公 他在睡觉 我需要怎么做 杀了他电话里 师公简短的三个字 惊得我以为我听错了 神什么 我说杀了他 为什么 我开始质疑师公 师公有些不悦起来 沉默 你在质疑我 我忙到 不是 师公 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他没有被杀的理由 他的出生已经很可悲了 我们为什么要杀了他 师公的语气更加不满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 也是对你的考验 我有我万全的考虑 你如果想通过考核 就照做 回来我再跟你解释 我将在原地 望着还在睡熟的婴儿 我把整起事件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怎么都找不出这个婴儿应该去死的理由 师公 我做不到 这个孩子不该死 此时师公的语气 已经有些阴怒起了 连最基本的服从命令 你都做不到 还敢顶撞长辈 像你这样的人 谁敢跟你共事 成大事者 如果一味拘泥于小杰 还成什么大事 你以为你杀了五化青 捣毁了组织 你就天下无敌了吗 将来唐家的人来找你报仇 你和你女朋友 还有你身边的人 都得因为你受牵连 你有为他们考虑过吗 你现在的质疑 已经让我对你失望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说完 师公挂断了电话 我依然将在原地 望着床上的婴儿 我不明白 师公为什么要让我杀他 就算是投名状 我已经杀了胡适德和王美兰了 这两个人该死 可一个刚出事的婴儿 他有什么该死的地方 师公能给我什么样的理由 要去杀这个婴儿 如果到时候 他给出的理由根本不合理 这个婴儿就白死了吗 五分钟的时间 很快到了 我的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但这一次不是师公打来的 竟然是我师父打来的 沉默 为什么不听你师公的话 电话里 师父的语气也充满责备 我严肃地说道 师公要我杀一个婴儿 师父 您告诉我为什么 师父叹了口气 说 你师公不仅仅是整个青阳关 辈分最高的人 也是岁数最大 经历最多的人 如果你认为你师公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他怎么可能在青阳关收养这么多 无家可归的孩子 你师公让你这么做 必然有他的理由 你应该信任他 他之所以不告诉你 就是在考验你服从命令的态度 但是你现在的态度 让他很失望 我是你的师父 我都亲自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虽然你我师徒只相处了这五个月 但师父对你怎么样 你们心自为我盲道 师父对我有传道授业解惑之恩 虽然平时严厉 但您的初衷 我从来没怀疑过 在生活上 你也对我关照有加 我对你百般敬重 好师父语气充满了欣慰 为师能听到你这番话 也自觉没白收你这个徒弟 既然你知道师父的为人 你不相信你师公 你也该相信我 我不会害你 师父今天就把话再给你说明白点 这个孩子有必须死的理由 但出于对你的考核 你必须完成这个考核 回来之后 你师公自然会告诉你 好好想想你的未来 你想今后一辈子被人追杀 然后颠沛流离吗 我沉默了将近半分钟 这半分钟里 师父也没再多说一个字 最终我做出了决定 说道 弟子虽然功夫不高 但其他的本事 还暂且能看出来 这个婴儿有没有问题 他没有任何邪门的地方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比谁都无辜的人 我不会杀他 我觉得师公错了 还有您也错了 您无需再劝我良久 师父语气冰冷地说道 回来再说吧 第658章 此心光明 义父和言 我忐忑不安地 从王美兰家里跑了出来 张荣见我浑身是伤 先是松了口气 随后连忙拉开车门 让我上车 上车后 他准备带着我回青阳关 可以啊你 张荣笑着夸赞道 你真正学功夫才两三个月 能把这丝干掉 已经很厉害了 牛逼 我根本没兴致跟他说话 只是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刚才那两通电话 一通是师公的 一通是师父的 师公已经生气了 我看得出来他想拦我入伙 可他没想到我会违背他的意思 我等于让他下不来台 师父也在电话里对我好言相逊 他希望我按照师公说的去做 杀了王美兰的孩子 可我没听 我还在电话里指责了师父和师公 这才不到半年 我还得在青阳关带半年 先不说最后这半年 我该怎么面对他们 他们今晚会不会放过 我都不一定 我知道了他们的秘密 知道了他们在做什么 现在我违背了他们 他们会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 他们所做的事情 道观里面很多人都参与了 包括张荣和向以风 为了保护这些人 他们必须得让我闭嘴 我闭嘴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让我记不起这段记忆 这属于最温和的一种 而另一种就是只有死人才会保密 张荣见我兴致 不高似乎也看出 我不对劲 忙问我怎么了 没事 有点困了 他看了我一眼 没再问我 很快 我们回到了青阳关 我站在青阳关的大门口 愣了大半天 犹豫许久后 我直接朝着执事房走去 远远的我就看到执事房灯火通明 走进去之后 师公果然在里面 不止师公在 师父也在 两位长辈全都铁青着脸看着我 我进去之后 师父直接走过来把门关了 你还没来我们青阳关的时候 我就听说过你的事迹 对于你的那些事迹 包括你这个人 我表示欣赏 由衷地欣赏 师公看着我 平静地说道 自你来了以后 每天刻苦训练 也从没喊过来 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有任何不满 并且尊师重道 我对此也表示赞赏 但你终究不是在青阳关长大的人 而我竟也愿意向你透露许多你不该知道不该了解的事情 正是因为我欣赏你的为人和智慧 你有清晰的是非善恶观 因此我向你抛出橄榄枝 同我 同许多志同道合的人 去对抗这世间的不公与邪恶 可是你呢 你太不知好歹了 我站在原地 低着头 望着地板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敬重师公和师父 还有诸位师叔们 但并不代表我认可长辈们的理念 我与长辈们也并非志同道合 如果我让师公失望了 我只能跟师公说一声对不起 我刚说完 师父快步走到我跟前 狠狠瞪着我 沉默 你怎么跟师公说话的 跟长辈说话是这种语气吗 我二话不说 先弯下了双腿跪在地上 抬头望着师公 今天我要是有对长辈不敬的地方 我跪在这里 于情于礼 师父对我有授业之恩 而青阳观对我有栽培和收留之恩 我当跪 但我即便是跪下了 我也不认同长辈们的理念 我不认为你们是对的 我不认为去杀一个无辜的婴儿 那是对的砰 师公拍案而起 勃然大怒地看着我 好好好 好啊 你反倒教训起我来了 你今年多少岁 我多少岁 既然你言之凿凿 那你来告诉我 什么才是对的 我说道 弟子不才 没有师公经历的多 但我至少知道 无论是道家还是墨家 还是整个道教 都倡导做人要奸善 要仁义 即便是墨家思想里的非公 也没有教人去滥杀无辜 弟子左思右想 想不出任何理由 要去治那个婴儿于死地 他根本不该死 就算您是师公 您今天说破了天 那个婴儿也不该死 师公阴沉着脸 怒道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是善良的 我是邪恶的 我不够仁义 我滥杀无辜 我连忙摇头 师公收留这么多 无家可归的孩子 问人意善良 不光我比不了 这世间也没多少人 能比的了 但人总会有出错的时候 这是人之常情 可我不能在师公出错的时候 还要去执行错误的命令 我们可以有改正的机会 可是那个婴儿 他死了就死了 他没有再活过来的机会 那是一条人命 我认为不能这么亲力草率 师公和众多师兄所做的事情 本是大义之举 亦在为了承恶阳善 如果错杀了一个无辜 那师公等人做的事情 就完全偏离了方向 迟早要走向灭亡混账 你简直混账 师公红着眼睛 比刚才还要愤怒 你这黄毛小子 还教训起我来了 你哪来的底气 谁给你的底气 说完 他突然拔出桌上的七星伏魔剑 冷峻的寒光 顿时闪过我的眼睛 那宝剑一看就是开过刃的 如果披在我身上 我今晚必死无疑 他是你的徒弟 此人不懂得尊师重道 更知晓我们太多秘密 你自己交出来的徒弟 就由你自己来清理门户说完 师公把剑递给了我师父 我师父接过剑 愣了半天 突然对师公抱拳 师父 他年轻气盛 过于叛逆 但最不致死 要不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师公背着手 哼道 你看他像是叛逆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 青阳关是他开的呢 你给他机会 你看他领不领你的情 师父转过身来 失望地看着我 沉默 你师公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你太年轻了 过于气盛 你今天只要认个错 我们给你机会好好教育你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是公是对的 年轻人不要太固步自封 而且你知道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希望你珍惜最后的机会 否则别怪师父手下不留情了 我吸了口气 也固步的身上的伤 坚定地说道 我没错 既然没错 何须认错 如果你们觉得错的是我 那就砍了我 师父点了点头 叹道 行吧 那我也不劝了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站了起来 望着两位长辈 理直气壮地说道 此心光明 义父和言 好一个此心光明 师父眯起眼睛 把剑架在了我脖子上 我没有闭眼睛 因为我没错 我等着那把剑 划破我的颈动脉 可是等了大半天 师父并没有动手 他直接把剑收了回去 插回剑翘 随即 师父和师公全都看着我 笑了起来 好 很好 我果然没看错你 师公双手都拍着我肩膀 哈哈大笑着 我愣在原地 冷汗直冒 啥 师公难眼赞赏 解释到最后一道考核的正确答案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说的非常正确 如果你今天听了我的话 那才是最令我失望的事 我还是必须 我 看来 谢谢观看